508解题说明 首先我们看第一小题 在年度报表的工作表里面 它要删除所有数字资料的小数位数 比如说B3的.9186 无条件的把它删除 我们利用常用里面的 寻找与选取功能 点选取代 在寻找目标的地方 我们输入小数点新号 代表的是小数点后面 不管任何的数值都取代为空白 好 全部取代 总共有194笔按确定 关闭 好 第二小题在会计科目的栏位里面 我们点选蓝色的文字 好 点选A2 接着按Ctrl 再点选A6 A11 好 利用常用里面的 增加缩排 按一下 往内缩排一个字 好 接着飞出体制 我们选取A3 A4 接着按住Ctrl 再选取A7 A8 还有A12 好 往下 选动 好 记得 Ctrl放开以后 按住Shift 再点选A24 好 分别点选三个区域以后 再利用增加缩排 好 连按两下 缩排两个字 好 接着第三小题 要从3A到3G计算公式 这边建议大家把版面缩小一点 好 缩小到看到所有的资料 好 那这样呢 我们要再处理公式呢 比较好处理 好 我们看3A 我们要利用SUM的函数 也就是自动加总的函数 来求4G的合计 我们首先点到E3 这个储存格 好 点选自动加总 Excel呢 会帮我们把左边的 从V3到D3的数值呢 做一个合计 好 没有问题 按输入 好 接着这一题呢 主要的技巧呢 就是利用复制以后 然后贴上公式 贴上公式呢 会保持原来的格式 好 我们接着 按复制 好 点选 E4 贴上 好 选取这个Fx的公式 好 底下分别再选取 E7 18 再点选贴上公式 好 底下 从E12到E24一样的 我们贴上公式 完成第一季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边全选 然后再按一次复制 移到第二季的I3 好 贴上公式 第三季的M3 贴上公式 好 第四季的Q3 当然你也可以按右键 贴上公式 好 接着三支B 营业收入小G 我们点选B5 一样的按自动加总 好 加的数值呢 是B3到B4 没有问题 按输入 好 接着我们点选复制 好 接着选取C5到Q5的储存格 好 按贴上 公式 好 三支C B7 销货成本小G 我们选取V9 好 按自动加总 B7 B8 相加 没有问题 按输入 接着按复制 好 选取 储存格 按贴上公式 三支D 营业毛利 好 B10 我们自己输入公式 等于B5的营业收入小G 减掉B9的消货成本小G 好 按输入 完成以后 按复制 好 接着选取C10到Q10的储存格 按右键 好 贴上公式 三支D 营业费用小G 我们点选B25 好 按自动加总 从广告费一直加到杂费的合计 好 按输入 接着按复制 好 选取 类似的格式 按贴上公式 三支F 营业尽力 好 输入公式 等于营业毛利 等于营业毛利 B10 好 减掉 B25 好 按输入 完成以后 按复制 好 接着选取 储存格 从C26到Q26 一样的贴上 记得贴上公式 好 三支G呢 我们要计算年度和技术 首先点到V3 这个储存格 按自动加总 好 Excel呢 会帮我们自动把4G的工程收入的总和做一个加总 好 没有问题 按输入 接着按复制 好 选取 对应的 储存格 好 贴上公式 接着这4格 贴上公式 好 底下的 储存格 贴上公式 好 完成 好 第四小题呢 套用样式 我们依据题目要求 点选报表样式工作表 好 点选左上角 选取整个工作表 接着按复制格式 好 到年度报表 点选左上角 好 就把样式呢 套用过来了 好 第五小题呢 列印格式 我们点选 版面配置 打开 对后方块 好 根据题目呢 我们的五字A 边界 上3.5 下2.5 左右 各1 好 页首 1.3 页尾 1.3 水平 水平 至中 好 五字B 设定页首 我们点选页首页尾 按制定页首 在页首的中央 好 我们要输入 远达工程公司 六个字 六个字 好 接着我们选取 这六个文字 设定 字型 根据题目要求 是标凯体 出体字 好 20pt 按 确定 好 接着呢 题目还要求第二段 我们把它移到公司的 后面 然后按Enter 好 输入90年度财务报表 这几个字 好 接着我们把90年度财务报表 选取 改变一下 字型 标凯 出体 大小 14 按 确定 好 确定 好 五字C 页尾设定 在页尾的预设格式里面 我们可以先选取 第一页 斗点 供给页 好 选取了以后 我们再按自定页尾做修改 好 根据题目要求呢 是要把这个斗点改成斜线 前后的半型空白呢 是在页码的数字前后 好 逸设就是前后各有一个半型空白 没有问题 按确定 好 五字D呢 在工作表里面 我们要设定每页的列印标题列 好 我们点选第一页 我们点选第一页 标题栏 是会计科目这一栏的A栏 好 选取以后 按确定 好 最后 题目要求要分成四页参考结果呢 好 在四页份的F1 这个储存格 我们在版面配置里面的分页符号 插入分页 好 接着在7页 J1 一样插入分页 还有10页份的N1 我们插入分页 好 完成以后 解题完毕 练存心脏 EXA 05 好 评分 结束